好,講完總裔出擊了,回到二甲賽事 今晚也有很多二甲賽事 我們先來一場基爾和尾切和,對著廢倫天娜 基爾和很一般,近期叫做... 不過有回韻,因為有一場叫做剛剛拍一場 而比一人森多利亞,叫做贏回場不用哭肉酸 但是這群球似乎人腳各方面都令人不太有信心 這群球始終都說得難聽,叫做中下格 所以排到第16位,僅屬於下面那幾隊都是一兩分的差距 雖然贏森多利亞,森多利亞也是一般實力 但還好,現在有老將迪米哲利回來了 亦奠定勝局 不過有得好,基爾和其實在主場很肯攻 亦是很靠主場賺食的球隊 所以他們頗有鬥志 相對Ferentina,近況用一般來形容 早前作客又可以逼和那組雲達斯 但接連他們1比2,主場逼和那組雲達斯 作客1比2輸給國際米蘭 但上一仗終於贏了,1比0贏回博洛利亞 陣中會不會有疲態呢? 其實我認為會刺激,但不算嚴重的影響 有幾位國人,尤其是早為敵 其餘也應該是可以的 應該是天堂 其實這場球怎麼看? 對著作客去到基爾和,有沒有信心Ferentina? 看回指數,組盤平手,肺卵8-5,又說戴西兩球半大做加1 現在肺卵中讓球怎會讓到平半9-9 又說戴西又縮了兩球兩球半大做10-8 你說如果作客肺卵中讓球,我就喜歡基業和主隊 因為其實基業和,亦都是主場賺錢的 有一定的威力,反而肺卵天拿雖然暫時成績OK,中前列位置 但看回都是靠主場搶分,作客其實是普通的 你說作客主場球隊突然要讓球,我覺得讓不起 大家看到同類型的球隊,譬如柏爾瑪,作客都是1比1和球 對,所以讓球的話我看到主隊基業和 對,而且看到Frentina是否一定能夠開大,我也不敢說 這班球,你說他能夠入球,但又不算可以大炒對手 未去到那種能力 所以今年成績回穩了,但似乎讓球的情況下,我跟阿傑一樣 其實基業和主場很難踢,而且主場很壞 他不知道是刻意還是怎樣 因為那一隊主場很難踢,很多球隊作客都不會踢 去到國際米蘭,很多都受罪 所以這場球我也看好主隊多一點 接下來就是國際米蘭 我們看到後面是用迪亞高米列圖 當然要為這些球隊加油 近期來說,四場全勝 還有一件事還是高興 終於在主場開齋了,聖西路懂得贏了 贏了Frentina 另外聯賽也算而連勝兩場 叫作客A.C.米蘭 不過其實也是聖西路打的 就1比0贏了A.C.米蘭 但那場球其實是平心而論 最初是靠一個自由球,森美爾頂入了 但其實整場球的數據,看到國際米蘭是受壓的 只有七次射門,對方有17次起腳 但我也是說過了 A.C.米蘭有優勢,但實際不懂得進 把能力相當頑皮 相對國際米蘭那場球 不過其實在下半場的初段,已經有場有右刀,紅牌被逐 不過這個國際賽日,我覺得相對對這群老兵是有好處 因為有部份球員已經不能入選國家隊,而且可以投 所以對國際米蘭來講是無往而不利 當然他們在主場當然要出戰歐八杯對帕迪遜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實在的 如果以國際米蘭現在的戰績來講 要淺來講,就更加要打回去前列,打回歐聯 現在他們在排第四位15分,跟拉素同分 只不過得失球差,就暫時排第四 你說是不是現在差距很大呢? 亦都未必,亦都不是的 所以現在亦都有爭上前列的機會 至於卡丹尼亞方面,大家都明白了 主強克弱,主場連勝兩場 已經贏了阿特蘭大,贏了帕爾瑪 這些是例行公事 亦都主場比拉波利,作客0比2輸給佛羅里亞 只有淡少爺 叫做和過不適合的羅馬 在這場上,看國際米蘭 讓得指數都是初盤,一樣半一 入球大勢兩球半 現在升到上一球 以及入球大勢也升到兩球半三球 我覺得沒問題,贏得球一定是一球 看看能贏到多少球 所以我看好主隊國際米蘭 這場真的有賭主 巴勒莫將會出戰拖連奴 巴勒莫近期欣喜一點 開始有正軌 走上正軌,就是連續兩場連賽 不用輸 主場4比1大炒基爾和場 這場是今屆暫時的代表作 另外能夠作合和熱南亞 那場球是表現不錯的 其實那場球 甚至如果你計表現來計 我自己覺得他們比熱南亞好 15分鐘已經開記錄 不過當然,對手玻璃路也進回球 如果整場玻璃路的表現 他們的表現控球還要在對手之上 5乘6,而且16次起腳 射門指導更大 對方不相伯仲 相反拖連奴 近期有少少下滑跡象 雖然曾經有一場 亦是代表作 左下5比1大炒的亞特蘭大 但是上一場就0比1 輸了給卡里亞里 令人比較失望 而一派第10 其實也不是很穩陣 所謂第10和第16 其實只差1、2分 上一場來說 主場輸給卡里亞里 也足正一點 其實他們的球隊的功力不算特別強 如果上一場來計 卡里亞里能夠作下情況下 跟托蓮奴一樣的控球指數 射門少過對手幾次 對手若然把力好些 除了再入多球都未定 所以這場球我就會看好 狀態去復甦的賭主巴勒 杰仔 你怎麼看? 我看好入球大 初盤到現在也是巴勒一樣的評判 入球大小也是兩球兩學半 因為入球大小也是兩球兩學半 OK 因為我們說巴勒已經復甦了 主場入球有威力 其實看拖蓮奴近兩場 作客的都能入球 尤其是大勝亞特蘭大那場 希望他拿回那場的入球能力 巴勒就拿回一半的入球能力 兩球兩球半很容易 足夠的 所以我看好入球大 如果你看到巴勒 如果表現得好 尤其是陣忠阿米高利 一個都隨時拿出三球 近期球員這個老象相當好 所以這場球 阿傑仔偷入球 但我覺得可以在輕樣情況下 看高主隊一點點 我接著另一場入球賽事 就是烏丁尼斯 烏雞 對著海豚 佩斯卡拉 但佩斯卡拉近期來說 一般低 實力都見底 主場0比3 輸給拉素 其實都很簡單 佩斯卡拉對強隊 足正看見他們不夠踢 但之前也有兩場代表作不錯的表現 1比0主場贏巴勒 作客2比1 卡里亞利 挺厲害的 其實這群球 我自己覺得 上年其實是挺漂亮的 尤其是他們升班的時間 若然不是他們領隊 斯文走了 甚至有部份主力離隊 他們應該的實力是更加好的 現在暫時排13位7分 其實是不錯的 上一場之書 你沒話可說的 因為拉素根本對手有些球員的檔次和表現 是在你之上 所以最終沒話可說 烏迪尼斯 其實這個聯賽上一場1比2輸給拉波里 但也曾經有一場代表作 這也是歐洲賽的後遺症 打一場很漂亮的一場 再下3比2贏的利物浦 之後再下1比2輸給拉波里 算是平穩的 除了你撇開輸給拉波里那一場 之前兩場聯賽都是和球 和了熱蘭亞和托里奧 0比0 不過這群球都是那一句 其實是泰卡迪拿達利 你覺得這場有沒有信心呢 我有 因為始終休息足夠 還是在歐霸杯之前 之後我就擔心 之前我反而不擔心 還有看給斯卡拉 這兩球隊上來 這場球對著烏迪尼斯 也是主場很厲害的球隊 還有看回指數 不是讓得多 叫做OK 早盤烏迪尼斯是半一 入球大勢兩球半 到現在已經升到上一球 入球大勢兩球半沒有動 一球我都是坐著來玩 我看到烏迪尼斯沒問題 烏迪尼斯沒問題 也可以的 如果開得順 我自己覺得陣容對板 你不妨考慮入球大 因為佩斯卡拉都頗肯攻 我發覺他們的強隊都頗肯攻 看看這場又如何 羅馬將會作下熱拿亞 熱拿亞近期叫平穩 但不算突出 因為他們近四場未輸過 但一勝三無一戰績 上一場主場和球 和了巴勒 但之前他又能夠和了烏迪尼斯 開個下盤給大家 另外主場他又和了巴爾馬 竹正看到這班球 整體要按住對方的實力 是不足的 入球能力不欠奉 但你說他完全不能入球 又不是 尤其是近期 這個前代國腳的玻璃路 也表現不錯 入球分頻 當然近期大家值得留意 有一位是欣莫比爾 這位欣莫比爾也是新進意大利國腳 即是意大利U21 但當然了 對著羅馬 大家都知道近期表現比較浮 可以作下三比零 卡利亞里 但主場只和了森多利亞 但也可以大白給祖恩達斯 不過上一場算是這樣的 上一場2比零贏阿特蘭大 不過可以告訴大家 整場球的狀況 在三十分鐘 林美拉未入球之前 阿特蘭大一面倒攻勢 他其實若然阿特蘭大不是把能力不好 起碼算是兩球至三球 我看到阿特蘭大那場球 有兩至三次的單刀 根本離譜 竹正看到羅馬的後防線 真的很離譜 當然他自己的那場球 贏2比0 有25次起腳 但對方也有16次起腳 竹正看到這個問題所在 結仔這場怎麼選擇 我自己說這場有入球大 那我就看看初本 都是作客羅馬洋 讓評伴 十足 三球 大做八 到現在 也是 羅馬洋 讓評伴 有球大小 也升到上三球三球半 大做九六 我反而看到作客羅馬那隊 會贏 始終指數讓評伴 還有看今季羅馬很有趣 以往主場很厲害 今年作客反而厲害 反而熱蘭亞 雖然和幾場 輸過比祖雲達斯 但和得的證明都不是很厲害 即是沒有把贏 所以你說看今季羅馬唯一 作客羅馬輸過比祖雲達斯 其他卡里亞 甚至葛萊 在馬蘭亞他們也贏 所以我讓指數不是太多 我看好羅馬贏 你看好阿傑仔這場球 看好羅馬 慶陽平伴 我看好入球大 我覺得 其實熱蘭亞無論如何都能夠入球 因為羅馬身上沒有什麼 誰能夠入球 除了阿德蘭亞上一場 自己是愚蠢 真是自己把握不到的 幾個龍門口 單刀等等 烏尼單刀 所以這場球 我自己選擇入球大 阿傑仔喜歡羅馬 其實也是對的 因為羅馬反而不知道 而且在主場 要禁止別人打的情況下 防線越來越差 變成主場不懂得贏 反而作客表現 反而沒什麼保留 還可以打得好一點 耳鴿今天 星期日 都跟大家介紹了很多